笋笋笋.. 也會有自我完友的時候 但是我不會 困在這個情緒裡面太久 roles 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他就是會這樣子一束一束的 我超喜歡 我超級喜歡 我會不會超多 первый 我喝過至少十個不同的 這個真的是我至今喝過最最最最好喝的 我覺得我很會想吃 而且我覺得這真的她戴帽子很好看 我覺得很適合 可能人漂亮 所以戴帽子也漂亮 蛤 這一盤人為什麼花了 有沒有覺得這幕很眼熟 但我都一樣 今天非常緊張 蛤 今天好像都會在他們說 GOGOGO 我懷疑我獨棄 想像心 聖誕快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七炫 我是小七單邊說不定叫我齊炫 當然也可以叫我小七喔 這一次的影片主題是 我的一週Vlog 終於又拍Vlog了 因為一直以來 不管是我的IG啊 我的私訊 我的YT 一直都有人敲碗說 什麼時候才要再拍Vlog 什麼時候才要再拍Vlog 這一週Vlog呢 就是記錄我平時的生活 就是除了忙碌工作之餘 偶爾還是可能會有一些 朋友的聚會啊 或者是一些 休息的時刻 或是一些練習的時刻什麼的 反正就是因為很多人敲碗Vlog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我就來 試著記錄看看我的一週生活Vlog 因為我如果這樣單拍一個 工作花絮 那就會變成工作花絮嘛 那跟姐妹們出去玩 就是要久久才能出去一次 所以我這次呢 就是來試著記錄看看我的一週 所以話不多說 來看看我這一週過得怎麼樣吧 然後先看我的拍照照片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有一個A-R-O-C 轉進來 然後這裡 這個地方是表演的地方 對 所以前面其實30秒到40秒 就是這兩個走進來 但是最後幾個POP 然後之後定格就要 再把畫面帶一坨掉 然後開始跳 2 2 3 4 5 6 7 8 等一下後面那種會蠻累的 有一個驚喜感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看到小琪在 台灣Mussel是跳台語電音歌曲嗎 哈哈哈哈 也不一定是台語 有可能是那種 泰式電音之類的 對 我們拭目以待 期待期待 連兩三個都是屎排骨筋的 哎唷 沒有那麼很多 連肉真的還好 我一定也還好 海蟹肉 我以為它海蟹 我就哇 屁股好重 對啊 你看起來都捧白米那一種 很難捧 很難捧 對不起我們說海蟹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每次畫海蟹的時候 我都覺得 它比較重 因為感覺它比較黑 喔 他說的 他說的 斑斑 他最近很白 然後還代言內衣 我記得每次都代言內衣 還不錯 蠻豐滿的 很成功 很成功 長得很像 安海色微 安海色微 太硬了 轉太硬了 噢 我本冒犯了 然後海色微 噢 噢 就是我喜歡看美美出球 像是跌倒 或是 我們講講過敏啊 講泡筍之類 我就想去鮮靠 別人會要回憶 這就是斑斑的人設 哈哈哈哈 突然知道 為什麼之前小綺練舞的時候 這麼多傷了 沒有 他剛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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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邊 因為他那個腳上不是 我真的到的 我也是知道 他一直到的 我一直到的 我一直到的 我要哭 好噹...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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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好吧cimentoo desperate 你們三個身後我先 紋一 ееIP Lands of the Д Insight 我们先水里设定 然后再来第三条节之类的 五 六 来 好 换一换 七 两 二 好累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三 四 七 八 一 二 三 七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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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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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莉莹 哈哈哈 那就是 那個滑底的那個嗎 對 可是真的 我跟他年輕的時候很正 那時候好像很滑結 好多人說 你可能他是顧為緊的 他爸變他那樣子 他在一段時間 希望他這一次挑戰可以成功 因為平常他很搞笑 但我希望他這個搞笑 可以帶到這個舞台上 更希望他可以表情歪 做也什麼之類的 我一定會解脫 那不是說要正經的臉嗎 就是你可以用正經的臉這樣 咬什麼之類的 這對他來說很簡單 真的嗎 很簡單 沒關係 我們就截圖 沒有的話 下一次跟他合作就弄死他 一樣不然他自己應該就爛掉 你看 你看 現在說實話了吧 這都是斑斑的陰謀 希望兇手是我這樣 欸你好等多了耶 沒有 你沒有去地上 沒有 你要看他腿後面 他腿後面那個還在 他腿後面那個還在 天啊 好恐怖喔 好醜 這個真的好醜 你看這個會表演的犧牲 真的是 斑斑斑斑 是不是兇手 不是我兇手 可是我現在又一隻蟑螂在那邊 以前就見到嗎 會啊 我的陰影不是那麼高 沒有 他上次看到蟑螂的時候 叫得很尖了 真的有很高 真的有很高 沒有啊 上次我們去 反調 我這邊有一隻 幹了 我們 幹 然後就剛好再消毒 那個蟑螂滿地頭的 蟑螂滿地黑的那種嗎 他要超恐怖的 不要放在那邊 不會 啊 沒有 我說愛人屬於類似 霸凌霸凌 不是 沒有 真的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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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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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 蟑螂 十公分 你看 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 而且你看他躲 你看我完全沒了 你看他躲 我說他笨是不是笨 還是拿著鞋子丟我 破蛋都出來了 破蛋白豬 我沒辦法我都錄到了 臉都好了 臉都好了 在笑什麼 你現在叫我落腮骨 你那個雙下巴 有了 我給你看 我要吃兔兔 我還想要吃兔兔 好討厭 好討厭 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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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認 那是因爲你很認得我 你怎麼會問我 我問觀眾 我問你 不好意思 你看得出來這個嗎 很會 了一下 através的 二零 啊 今天就在买的 好 被保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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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女婚說沒事 嗯 其實我 不早講 至少後一個小時裁判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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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裁 現在怎麼樣 把蛋尾巴被裁判 冷凍 你就把我無盡講得好一點 你可以的 趕快就烤兩杯 趕快就烤兩杯 直接烤兩杯紅茶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琪炫 小琪是我的姓氏 然後炫是名字 Dani炫 現在就是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可以成為一個 想成為的網路紅人也好啊 成為廣為人知的 像是大家最常聽到什麼KOL 藝人能夠表現的方式有限 但我希望他認識更貼近的我 所以我一開始拍Youtube 其實是想要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好 或是想讓大家更認識我 分享自己的想法 那一路呢就走到我現在 這樣踏到自媒體 其實我覺得 你的心理素質要非常的健康 對我來說 這已經不是一個比評數字的年頭了 這已經是一個比心理素質的年 社會動盪跟世界會發生的事情 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就連流量我們都沒有辦法掌握 你也沒有辦法掌握 你發出來的東西 人家是不是喜歡的 或者是甚至會不會有什麼負評 人能夠繼續堅持 是因為我一直很清楚 我自己要做什麼 人的直觀感受是很重要 你有沒有在第一時間吸引到這個感官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步 好的我會吸取起來 壞的我也會繼續教訓 那從前期的企劃準備啊 到測試體驗規劃台程 其實都花非常長的時間 像是比如說鮮奶茶那一支影片 或者是愛用品分享 一集愛用品分享 我大概要準備兩三個月 鮮奶茶也是我大概準備了半年 第一支影片後呢 我們也都會開會討論 這支影片可能做得好的地方在哪裡 那做不好我們可以調整 跟進步的地方在哪裡 我人生大部分時間也在低潮中度過 就是因為我可能以前經歷過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怎麼把我自己 從低潮裡面拯救出來的 所以我之前拍過一部 比較心靈層面的分享是 分享如何度過負面情緒 如何度過低潮期 因為我其實自己也不會嚴的分享 我之前有的八年的憂鬱症 那我經營大概三年是好的狀態 在那個憂鬱症的過程 我非常知道在憂鬱 在低潮的心理的人的生活狀態 跟心理狀態 所以我自己整理出了一些方法 對我自己比較有用之後 我有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那個影片 那我大概也可以跟大家說 我自己覺得最快最快的方法 就是先看你現在擁有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陷到負面情緒 是因為現在的結果不如我預期 可是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擁有很多 就像你還擁有你有創意的頭腦 你擁有你的手 擁有電腦 擁有很多你可以創造的東西 你就看著這些東西 然後去創造 你只要還活著 你就能創造 你只要有機會創造 你就不應該停在這裡 除非你今天是個廢人了 不然你們去醫院看看吧 除了生死以外其他事情都是消失 當你今天你沒有了生命 你無法再創造的時候 你才能告訴我說你沒辦法 就只要我還活著 我就有很多扭轉事情的能力 扭轉我自己想法的能力 我們花多一點的時間去 專注在我們能控制的事情上面 能選擇的事情上面 困境都會發生 失敗會不斷發生 但我如何面臨失敗 我的態度 我的想法 我的做法 這都是我能夠控制跟選擇的事情 我專注在這些事情上面 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陷在我的情緒裡面 但如果我今天選擇做我自己 我想說我想說的話 我就會有被討厭的勇氣 就是有一本書 很有名 被討厭的勇氣 你想要做自己快樂的樣子 你就要接受 有人會不喜歡的 做每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代價要付 今天如果你選擇做這個 你就評估這個代價 我能不能付 如果我能付我就這麼做 但如果我不能付 那你就隨波逐流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今天我是來自然圈農場 太陽好大 來自然圈農場錄 綜藝大熱門的過年特別節目 然後等一下開場就是會有一段性感的舞蹈表演 所以現在穿的有點性感 不愧是 應該給大家一些線索 然後慢慢再扣漏了 慢慢再扣漏了 漢典已經受不了了 他褲子變得已經不是蘿蔔了 有合理嗎? 配音樂 我現在合唱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愧是金鐘主持人 腳很痠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 每個人這裡 你真的應該是全場最小的 不只能把我的頻道當最大的 我會看見他一個很愛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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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的休假 就是要做很多保養行程 那我的第一站就是 現在是下午兩點半左右 然後我要來用我的睫毛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都有在做那個睫毛管理 距離上一次做已經是一個半月前 所以還是看得到 其實我睫毛還是翹的 結果他維持的還是蠻好的 也不會很亂 只是因為 我就是對我睫毛有強迫症 只要有點空洞 我就接受不了 有空的話我就會想要來 再准理一下 先給你們看看before的樣子 然後等一下after再給你們看一下 很神奇喔 好 我們可以談一下了 謝謝 還是錄到了 結果是我的眉睫師 他每次都幫我用 用的很漂亮 對啊 我每次在女大 還是什麼限動分享的 每一次都是他幫我用的 就很好看 你們可以來 我推薦超多人來 我身邊超多化妝師什麼的 都有來用 好的 我睡醒了 頭髮可以再亂一點 給你們看看 我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沒有上睫毛膏 他就是會這樣子 一束一束的 排列整齊 然後 很翹 翹翹的 自從我入坑以後 再也沒有辦法不做了 就他做完呢 就會讓我整個很好上妝 我上妝就變得很快 因為我就不用燙睫毛 也不用把它夾翹什麼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接睫毛 那種一束一束 很假的感覺 所以就很自然 好喜歡喔 好開心喔 睡好飽喔 剛剛睡得好沉喔 好 我要去我的下一站了 我要去用指甲 好的 我用指甲的下一站 就在這個 Happy Hair裡面 他就是在髮廊的裡面 有一個用指甲的工作室 這樣我等一下就要先來洗頭 你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 What happened? 我今天的舌頭什麼 你今天的舌頭卡住我 臉錯三次還兩次 臉錯三次還兩次 對 我怎麼會這樣 欸我一向做這個東西 都是一次OK的欸 從來不會沖水的 你知道嗎 這什麼 這什麼 超好喝 啊什麼用 這什麼都拿 我上次QA用 超愛喝那種 帶乾奶昔 你說不喜歡喝那種 純燙奶昔 我要那種會營養奶昔 這有營養嗎 很營養啊 這個裡面超多 果粒啊 像白質啊什麼 就是一天所需的營養 是你新發現的嗎 我是有看一個VTuber 然後他們就一直想要不買 我一直以來都有再喝帶山奶昔的習慣 因為待會到我工作繁忙 我今天也趕不止一個通告 然後在中間我沒有吃飯時間 所以呢我常常都會就是喝一個帶山奶昔 有一點飽足感這樣 然後呢再加上我有飲食控管 我也不能夠吃太多東西 所以這個就超方便 你加這個應該很好喝 這個加水其實就很好喝 只是加牛奶會更好喝 會超級好喝 我這包才150卡 熱量超低 四包等於一個便當上 而且你最討厭出門大包小包 這好像小小包 對 因為我之前喝奶白粉 就是我自己要拿一個容器裝那個粉 然後再自己帶水 而且我之前還要拿那個shake杯 這個不用 要有shake杯 所以你就是要拿一個杯子 然後再裝粉 然後再裝 然後包包就淋淋困困 這個超方便 就這樣一包帶走 我每次出門超趕 就想抓兩包 我超喜歡 我超級喜歡 我喝過超多的喔 我喝過至少十個不同的 這個真的是我至今喝過最最最最最好喝的 因為它裡面 它裡面有餅乾 它那餅乾是古墓餅乾 所以它很營養出來 又很好吃 重點是很好吃 我真的超級喜歡 被你推的我也很想買 真的超好 欸我好喝喔 你每次只能幫你買蛋 你現在有這個就方便很多 這位太太 馬上上網店 看起來很方便啊 我為什麼我剛剛喝一口好好喝喔 對 是不是 然後又不容易胖的話更可怕 對啊 現在就優惠 對啊 現在優惠的特價 一包一百好像 你也很讚喔 讚 我四點攀錄現在三點四十九 快點快點 我已經叫車了啊 他還有這樣 要四點了我人了 天哪天哪真的 但我對不起雨白 那這樣等下回去雨白就什麼都錄不到 很抱歉 因為我就會沒有時間在化妝室裡面 經常都會這樣 那就是我日常 你看這中間好險 我剛剛喝了那個 快要不要喝 870 大家早安 又是錄影的一天 今天你一起來錄 昨天一切匆匆忙忙 然後什麼都沒講到 然後就一直跑跑跑跑跑 結束了昨天 我實在深感抱歉 我的聖誕美甲 很漂亮 還有聖誕樹 對啊 而且我發現我最近又穿紅色 因為我就是要英語節慶 而且我今天晚上等一下要去交換禮物 但我還沒買 因為這幾天太忙了 所以呢 我等一下就錄完影 然後先去買交換禮物 然後晚上呢 跟黃耀先生交換禮物 所以今天一天算是蠻充實的 今天算是我比較稍微 放鬆一點點的一天 還要省片嗎 有兩支片 是喔 有沒有想說今天可以放鬆一點 明明說回這句話 可惡 今天是什麼行程呢 沒有 沒有 沒有禮拜五啊 你可以好好過聖誕節了 沒有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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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剛剛被告知說身體不會很慘 巨蟹也跟過勞有關係 而且這個過勞是身心靈事的喔 就是說身體過勞也就算了 像天蠍是身體很過勞 可是巨蟹是心理負擔也很大 有很不快樂的事 然後壓在心底 我覺得這個也會導致你整個內部問題 是一爆發不可休息的原因 心理問題要先解決 把一個秘密藏在心裡 秘密是什麼 秘密影響身體 秘密就是不能說 你可以偷偷跟觀眾講 我幫你上癡 就我一直覺得我心靈是蠻健康的啊 雖然一定會有心靈不好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很快可以整理好 可能又發生更不好的事情 就更擊潰我的心靈也有可能 今年也剛剛好是風球 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想做嘛 但同時 你越想做越大的事情 就承擔越大的風險 就是自從我確診完 我身體真的一直一直很不好 而經紀人完全知道 你可以點頭 嗯 點頭 對 就是每次我只要一冷到什麼 我回去就大概像感冒兩三天 剛剛節目上忘記講 所以我回去大概會燒個兩三天 對 我現在就很像林黛玉 就身體變得非常非常的失落 主要是怕剛剛唐老師說的 這時候就突然很希望自己不要吃巨蟹座 因為反正我身事不一定是正確 所以我想說拜託 這時候就希望自己不是巨蟹座 以前我都蠻自詩自己是巨蟹座 就覺得巨蟹座個性很好啊 替別人著想啊 然後沒有同理性啊什麼的 但潛意識就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不是巨蟹座 我不是巨蟹座 我建立一個星座給自己好了 上次我不是發那個QA 然後我就說那你們也可以 在底下反映說 覺得我是什麼星座的人 好像很多人都說 真的比較偏金牛或水瓶 就是巨蟹座 就可能我的金錢觀 他們覺得我很金牛 也很務實 然後我的一些執行力很多 他們好像覺得是水瓶 或巨蟹這樣 希望我是這些星座 我不是巨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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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買禮物了 我不是巨蟹座 這位太太 拿著進摩扎 包處走 你試用不要找啊 他就這樣拿著這一隻 然後 包處走 試用看看嗎 這我自己收到的時候想要欸 男女都可以帶啊 而且我跟妳講 買膠和禮物就是妳要買那種 妳抽到妳也會覺得很開心 妳想要這個禮物 那種感覺 這種出發點去送 有一定的內容 我覺得妳自己的話 可以買一張毛的 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們這一張很漂亮 我覺得這真的 他戴帽子很好看 妳真的很適合 可能人漂亮 所以戴帽子也漂亮 你自己男的都可以說話了 有沒有覺得這幕很眼熟 我覺得他的酒標就是很乾淨 很漂亮 然後非常有氣質感 就我覺得跟妳整個人非常的搭 很會說話的店員 像我走一樣 好 那妳確定就是妳這個 然後其他的 好了我們要來開始抽 交換禮物了 先拿禮物 好 我們要先抽爛的 這個人很過分 每次都不參加 他超壞的 我想抽小光的 小光的 你抽到我的吧 抽到我的吧 我不要忘記妳了 不要忘記妳了 我抽到小琪的 我抽到你的 那妳會跳我的 我抽到你的 我抽到你的 小琪的 你會跳你啊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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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帶來看來 小琪帶來看來 看不到錢 好臭欸 好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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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幸運嗎 滿適合妳的 有幸運嗎 送妳啊 我不要 帶起來 帶起來 你真的太晚了 屁屁了 可愛滿好的 好臭 好臭 她有快的禮物球 這個是不是滿好的 很應景對不對 我的爛禮物禮包 真的還要這麼喜歡 馬上騙別人了 這裡的新錢包 很好看欸 你從沒一開始錢包就換成這個 這很實用啊 阿不是說有你做的東西嗎 我用不到啊 其實還好耶 主要是這門用的 HGMI線 要是比較好一點小CK 這好帥喔 這為什麼是爛禮物啊 這個我也要 他喜歡這個 他喜歡 我這個等於放到一家大小 如果要用這個媽媽用這個爸爸用這個 全家人一起看電影 用SPM 好棒好棒喔 給一點點 我最爛的 是筆 這該不會是什麼 來戴安娜王分譽過的筆 他寫不出來了 還沒水 還沒水 這個有用處我可以 雞翅 雞翅 很適合你耶 好重耶 好看嗎 你夾好好不好 這個很重耶 這個根本就撐不住重量 姐姐這還壞掉了 你是不是用過了 你弄的兩個東西都是壞掉的 兩個都壞掉的 吃吃看啊 吃吃看啊 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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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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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小鳳 小鳳是哪一個 這什麼 這什麼啦 貨香嗎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裡面有三瓶金油 我已經先上來 不知道妳會不會 還不錯啊 還可以啊 妳小鳳有進步了耶 有了 又進步了 那可以 那可以 這樣都可以用 貼到的帽子 好 欸妳轉向我小鳳 看我來 OK 好可愛 妳一個很可愛 生大快樂 耶 好的看完了我的一週Vlog 不知道你們還喜不喜歡這樣子的方式的拍攝 我第一次嘗試 然後也讓你們看看平常我的一週就是過得怎麼樣 我自己是覺得蠻無聊的 但還好就是一些短暫的紀錄啊 就跟你們分享我的生活這樣子 我知道大家喜歡我拍Vlog最喜歡的系列 就是我自己去日本那時候拍的 日本的那系列好像大家都蠻喜歡的 我自己也很想要再拍出國的 但是因為近期工作很蠻擋 短期內沒有出國的計畫 所以就只能先這樣子記錄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內容 然後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我的IG 如果你們還想看什麼樣類型的Vlog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新年快樂 在預告預告 我很少在頻道上面出現這麼性感的裝扮 我們要把握機會 可能2023年就這麼一次而已 不會再有